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继续开展 养殖冷水鱼的前期工作 上次让大家看了一下 这个水池 到处都是裂痕 下面这个水泥地面 也鼓起来了 所以这个水池里面 放水 有点不实际 大家看一下我身后这几个水池 昨天我选了第三个水池 那个水池应该是这四个水池里面最好的 然后昨天放了一个晚上的水 水根本就没有蓄起来 那就可以断裂这四个水池 肯定是没有蓄水能力的 不过网友朋友还是提了一些 比较可行的建议 比如说叫我 拿那个帆布养鱼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让大家看一下啊 昨天晚上我也查了一下 关于帆布养鱼的资料 我看了一下他们帆布 我都是放在比较平整的地面上的 但是我这边情况特殊 看一下啊 他是中间低两边高 这边也是一样 中间低两边高 所以放帆布也是个大问题啊 然后这里啊 你看一下 都是各种各样的突出物啊 太多了看到没有 这个水池的情况大家也看到了啊 说实话还是很难选择 如果用帆布养的话 他这个真的不好摆啊 想来想去 我觉得还是 买那种比较环保的黑膜 铺在这个水池底部 那周围全部铺好 他这个的话也不会漏水了 也可以 其实相对于帆布养鱼 我觉得铺上黑膜可能 比较适合现在这个实际情况 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啊 大家如果有其他好的建议 也可以就是在视频下方留言啊 量一下这个宽度 宽度来量一下 这个长度是3米5 然后有4个水池就是14米 然后宽的话是255 现在大概的一个面积出来了啊 这颗雨越下越大 要去躲雨了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说完大家喜欢 拜拜